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汗 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Q秀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大厨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很经典的港式料理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黄祥恩 阿祥 欢迎你 祥能你好 大家好 中满猪肉大家吃过就知道 大概没有别的部位可以比过它 真的是非常好吃 除了好吃之外 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你不会料理的人 你随便怎么煮它都很好吃 不管是烫的 炒的 煎的 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不会料理的人 新手你如果怕猪肉做得很柴的话 你就去买松板猪 那今天我们阿祥这道松板猪肉 也很简单 可是我相信跟刚刚的这个 XO这样炒这个萝卜糕一样 一定会让你非常的惊艳 我们来看阿祥怎么做 我们今天这道松板猪 好 那首先我们先把甜豆 先丢下去烫一下 我刚刚问他说要不要加盐 他就不用 不是一般我们烫青菜都要吗 等一下我们跟着它一起下去炒 冒炒 对 所以我们在烫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烫太久 就还是要脆一点 对 其实用甜豆 比较不会变得有点黄黄的 其实甜豆也是会 也是会吗 对 它也是放了烫完之后 放了一下子几分钟 它也会变化 可是我看每次餐厅 呈现出来的甜豆 都特别的绿 它们会不会是加小苏打下去 加糖 加糖哦 加糖 对 加糖的话会让它的颜色 会比较不容易 那么快的黄料 又学到一兆了 我以前都是加一点盐巴 加一点油嘛 对不对 油是会加 是因为让它油亮油亮的 看起来就很新鲜了 对 对 不过豆子也不能吃不熟耶 我们烫气氛熟之后 再下去炒 起来是刚刚好 烫个差不多烫三分钟 另外两分钟半的话 其实就差不多OK了 就把它立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炒 那一般我们在餐厅里面做的话 是一定会炸过 松阪酥一定会先去炸过 拉一下油 那我们在家里的话 因为我们是做 家里可以放病煮的 所以我们这次松阪酥 我们就用炒的方式 对 因为我们说真的 我们家庭主妇在家里 最怕是油炸的东西 为什么 那一锅油真的是 不晓得该拿它怎么办 那所以很多家庭主妇 最后就是学做肥皂了 就是那个油 可是后来去学做肥皂的时候 老师说 你这种油还不能这样子用 还要处理过才可以用 那锅子热的话 我们就直接下去 把松阪酥丢下去 放下去 其实有些肉片 不需要炸 也很好吃 我们用冰的 对 用冰的 这样子的话反而它肉类 还会有锅香 锅气我的味道 但是事先我们这个松阪肉 要不要用一些什么 太白粉 米酒 那些稍微腌 或去怎么样去揉令它呢 不需要吗 其实在家里的话 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 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买回来 直接就切片 切薄片 直接下去炒 它反而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所以今天这个 你也没有加这些东西吗 这些有抓一些太白粉 你看 我看你刚刚那个盘子 我是觉得 盘子不是只有这个很单纯的 你看它还是老实招了 说真的如果要让口感好一点 还是要加一点点的这个粉 去抓一下 它就会很嫩 尤其是小孩跟年纪大的牙齿 是比较不好的 那如果说这个肉太柴的话呢 它咀嚼能力已经很差了 那消化也很差的话 你大概在享受美食的这个 另外一个 你就失去了另外一个意义了 所以为了 阿翔是为了家里有老人 有小孩的人 所以他就抓了一些太白粉 那我们就先干煎 把它煎两面的金黄色 千万不要用很多的油 因为松阪肉它本身呢 它就油花片部比较多 就像我这次去这个日本 飞蛋高山的这个飞蛋牛也很棒 因为那个飞蛋牛 它那个肉 你知道那个肉质好到什么程度 那根本不是肉啊 你相信肉不用刀子切 这样子疤可以断掉吗 真的啊 真的 这么厉害 飞蛋牛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想着 既然来吃飞蛋牛要吃最好的 我们就叫了一块最好的 结果呢我想 奇怪它怎么都没有要切的意思啊 它说要切可以啊 我说我们三个人 你这么一大块我们不好分 你帮我们先切成三小片 就把那一块切成三小片之后 我就看一下那个油花 我稍微用一点力气而已 那个肉呢就自然扒开了 这么嫩 太厉害了 那现在我们肉也差不多 都全熟了吗 全熟了 那我们可以先把配料加下去 姜 姜片 然后还有葱头跟蒜蓉 然后我们的猪背酱 还有炒菇 好香哦 猪背酱 红萝卜 葱炒菇 葱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绍兴酒 料酒 最后我们再把甜豆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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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香 提香 看他想做菜觉得好轻松 对不对 这对我们来讲太轻松了 真的是小菜一叠 一碟的肉 就是其实做料理真的不难 就是说你要用一点心 然后当然事前 我们的比如说像豆子 我们要挑啊 然后猪肉要切啊 这些其实都是时间 就是你除了用心之外 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也是一样 他同样用比刚刚更大的这个砧板呢 来装我们今天的这个松阪猪肉 阿翔你很可爱 你怎么想到直接用砧板呢 你母亲给你教的吗 是很不较好看 我知道很多餐厅现在成盘子 直接连锅子都出来了 我本来在想说它好省事 这样子又可以不用多洗一个盘子 对 后来发现没有 它那个锅子是另外的锅子 并不是炒的锅子直接上啊 炒的锅子直接上的话就太危险了 对 对 你这个肉腌了多久 腌半天 观众朋友 要腌半天才会这么好吃 你们餐历也说要腌半天吗 都是要先腌过 对 真的很好吃 我想很好吃 很多观众朋友说 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比较 什么要吃的会很惊艳 很销横或者什么入口即化 我心想说这么文周周的就不用了 因为好吃就是好吃 你自己做了你会知道说 为什么阿翔今天这个做法 会这么的好吃 我相信如人饮水冷暖自滋 看了一定要行动 心动不如行动 阿翔今天教的这两道 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希望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也会喜欢今天阿翔 跟大家分享的这两道 一个是猪背酱 一个是XO酱 做出来的这个料理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因为真的超级好吃 谢谢阿翔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跟观众朋友 一起分享别的好料理 OK OK 谢谢 好 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次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